深陷战火的乌克兰在本届巴黎奥运会 只派出140名运动员上阵 不只是历来参赛人数最少的一次 也是代表团最煎熬的一届奥运 他们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背负着国内战争的沉重精神负担 巴黎市长安妮颁发最高荣誉勋章 给赛艇和跳水两名选手 表彰他们为国家战斗的勇敢和毅力 因ics vi经常所用游动员 wieVirlecllo 我们最终端端倦乐团 不停用游泉似绥瓦 不离离ssä 向其中a研究端要吵处 未来运气 不切切 并非我为止 一个曜体操作 但是 有了 我会受到 stuck于马上 和天荣学 面与 的5年轢 就像是一半、二十多年來的歐盡 我認識了很多人,他們都不排除 但多數人都不排除了 我們正在這裏 我們勉弄、努力、競爭 我們都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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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艇运动员柯真柯娃也表示 今年备战奥运会非常困难 不仅要经历艰苦的训练 还因为战争 他被迫在外地训练 很长时间没能与丈夫和孩子见面 家人所在地更经常遭到俄罗斯军队炮击 代表团也透露 虽然经历了没有水电 黑暗 寒冷等困境 但他们还是坚定地站到最后 截至目前 乌克兰队分别在射击和基建项目 获得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这场颁奖仪式 星期四在巴黎市政厅举行 一共15名运动员参加 代表团和其他参与者 一起为在战争中牺牲的运动员 默哀一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